梁字 怎么 这个字不好 字嘛还好 不过我测的这个事情不太好 我不信 你看 这个梁字三点有水 刀字数金再加上木 这五行里头 它就占了三行 那还不好啊 侯爷不问别的 偏偏问的是登基大士 五行里缺火 火候不到又缺土 木就成了无根之木 又横上了一口刀 恐怕 你问的这个人 不但当不上皇帝 恐怕还要大祸临头啊 不 那 那我就不测梁字了 测 测王字 王字 大更是雪上加霜 这王字不是有土吗 王字上面有一痕啊 他永远出不了头 那 那我测什么字才能对啊 恐怕没有别的字可测 侯爷 长安来人了 好 东方 如果你算错了 还在 还在 我马上派人去找 不用了 贵氏啊 请问贵氏 这当今的皇帝是哪一位啊 你还认识我吗 当然认识了 贵氏是非将军李广的孙少爷 和太子一起来过眼刺啊 那你还问皇帝是谁 东方术 东方术 你给我出来 啊 是秋禅姑娘啊 哼 你不是神迹妙算 未卜先知吗 你不是前知五百年 后知五百年吗 我就想知道今天 志者千律 必有一失 何况我乎啊 志者 你还不算是个志者吗 志者百年不予一个 我算什么 别说那么多了 你今天就给我测测吧 姑娘 稍安勿躁啊 我想知道 你今天到底想测什么 你先测测 我今天为什么来 姑娘啊 这我可无从下手 没有字 随便测什么字都行 只要测出我今天为什么来 我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啊 好 就算个念字 念奴教的念 念字 此字不易 不好算 不行 就算这个字 我算不出来啊 你平常给人家算东算西的 都算什么东西啊 我告诉你个秘密 我这些都是江湖之术啊 故弄玄虚 不然的话 谁把我这个穷书上放在眼里啊 这样子呢 才能够混口饭吃 不饿肚子啊 哇 东方朔 你是个大骗子 过奖了 我那个糊涂姐姐啊 一提起你来 眼睛都发亮了 脸皮也红了 串气都不晕了 串气都不晕了 原来他爱上的只不过是个大骗子 我还替他操什么心呢 他还在等你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姐姐 给念姑娘问个安 禀侯爷 宫里又来钦差了 刘易啊 几年没见 你倒贴上病了 豆腐马 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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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怎么说又来钦差了 这李灵他刚走也是来传圣旨的 他传什么旨 这皇上召东方硕进京啊 什么 难道皇上也召东方硕 绝不能让李灵抢在前头 驸马爷啊 这朝廷是不是归了太子了 皇帝由他做 可还得是太皇太后说了算 好 走 你的病怎么好了 您斗驸马这句话呀 就跟那仙丹妙药一样 东方先生 接圣旨 你不是东方叔 你找东方先生 一样呢 东方先生是毕的本家 我们又是同堂学艺的师兄弟 当初我们学卦的时候 我的成绩一直在他之上 这位公子要算卦找他找我 都是分毫不长 我不能找你 我只能找他 这位先生 这位公子 看看张 看看张 我送你吧 这位公子真是好相貌 真正是天庭饱满 地阁方圆 印堂发亮 双目有神 眼前就一步好运呢 算了吧 我还是找那个会册字的东方叔 对对册字册字我也会啊 请公子赏个字吧 您想测什么疑难诗 我倒真有一件疑难诗 东方硕在哪 我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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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算命的 对 都是都是 好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只要谁能算出东方硕在哪 我给他十两银子 你就干干脆脆的跟我去长安吧 你就忘了那个东方硕吧 他连我都没骗到 还能骗去你的方心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我笑你呀 傻瓜 我 你又中了他的忌 忌 孙子兵法三十六忌 这可不是金蝉脱鞘之忌吗 诶 脱什么鞘啊 哎呀 你呀 就别夸他了 那我问你 你原来是要做什么的 我本来是要去呀 用剑逼他 让他答应和你好 那你逼他了吗 你说了吗 那个江湖骗子呀 我把他的底都给摸清楚了 我还能说什么 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呀 他让你说不出口 东方硕他赢了 这个坏蛋 我去把他绑来 我去把他绑来 你去了也没用 这三十六忌他只用了一忌 还有三十五忌等着对付你呢 那我就先把他的嘴给堵上 让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东方硕这个人我了解 除非他自己心甘情愿 要不然他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 那 那 那你就一直在这待着呀 那 那你要等得何年何月呀 你着什么急呀 我看是你等不及了吧 东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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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廷啊 你来晚了一步 东方先生 已经接旨了 圣旨还在我手里呢 他接的什么旨啊 我这一道 也不是假的吧 太皇太后的 皇帝可以下圣旨 太皇太后也可以下义旨啊 天下四海 皇帝为尊 太皇太后是皇帝的亲祖母 谁大谁小啊 我不问那个 我只问国法 大汉朝以孝治理天下 没有家法 就没有国法 东方先生 圣旨我交给你了 咱们赶紧上路吧 我早带来了高车骏马 专门来接东方先生 窦英 你抗旨不尊 圣旨又不是给我的 我只听 一致 二位大人请息怒 不知道 让不才去长安干什么呀 东方先生 你是千里马 皇帝陛下是伯乐 想请你去参与朝政 共商国事啊 这可强人所难啊 在下只会策字 不懂朝政大事 不 正好啊 太皇太后修心养性 想要找个懂得秦旗书画的雅士来陪陪 东方先生是再合适不过的 东方先生可是个奇才 只让他做一个亲客 是有点大才小用了吧 不是大才小用 是两体才艺 二位 你们一个人要我进京 一个要我去长安 其实不都是一样吗 至于到了长安干什么 自有太皇太后和皇上商量 人家是亲祖孙何必劳烦二位 为了区区不才而大商和亲 好 我们明天就上路 这一份啊 请代我孝敬太皇太后 另外一份呢 就孝敬驸马爷了 太贵重了吧 应该的应该的 家父遇此身亡 这仇现在还没报呢 杀父之仇不供待天 哦 驸马爷啊 如果在长安听到 艳次有什么消息 还请在太皇太后面前 多多美严 那是一定那一定的 孝子复仇天经地义 你还记会什么呀 只因为其中一个主犯 是当今皇上的情人 哦 我懂了 你尽管放手干吧 有太皇太后做主呢 哎呦 那谢驸马 谢太皇太后 哎 刘姨啊 今儿晚上有什么安排啊 哎 这燕次的家里啊 不在长安之下 不知道驸马爷有没有兴趣 哎呀 这 这恐怕有点不大合适吧 哎呀 驸马爷我都安排好 啊 那就走一趟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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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这些都得带回长安吗 对 破家值万贯 这 这太麻烦了 哎 窦大人说 他那有高车骏马 我搭个便车 哎 东方先生 我来的时候 九哥让我打听一个人 九哥 九哥是谁啊 九哥就是当今的皇帝陛下 我们是结拜兄弟 当着人叫他皇帝 背着人呢就叫他九哥 皇帝找人那还不容易啊 我是问遍了 没有人知道他下落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的消息啊 那就看我问谁了 我想请你猜一猜 我从来不猜 只会测字 测字 对 你要测什么字啊 那测个九字吧 九 九字 九是最大的级数了 皇帝有九五之尊 不过也有缺憾 不是十全十美的 皇帝已经大婚了吧 是啊 皇后就是金屋藏娇啊 皇帝对皇后还满意吧 这什么不满意啊 他们是表姐表弟 十年前就定好了 他们如胶似膝呢 我看未必吧 未必什么 他们俩 如屋于得水啊 如果如此的话 皇帝在密夜中 他干嘛要派人出来 找一个他久久不能忘怀的人 真是瞒不过东方先生啊 人有七情六欲 人均有之啊 只是当局者迷啊 比如说你李玲公子 你不也正是在寻找一个女孩子吗 东方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事啊 我还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快告诉我 近在眼前 嗯 东方先生 你真是我的大恩人 来来来来 请起 不过他们二人 现在都是燕四侯通缉的药犯 药深藏不漏 所以公子 还有你 要千万珍重 嗯 嗯 嗯 救命啊 姐姐 快来救救我 救救我呀 这个狂谱啊 我可救不了你 姐姐 你吓死我了你 哎呀 哎呀男女受受不轻 你不懂啊你 哎呀真是 你好轻薄啊你 谁轻薄啊 你啊 我才不轻薄呢 你知道吗 我只得在梦里千百次梦到的人 才敢这样呢 骗人 骗人是小狗 小狗 望 望 望 想不想 你傻不傻啊你 见了面就学狗叫 我过上你学狗叫 你学狗叫 你这个人好坏啊 你好坏啊 好坏啊你 你好坏啊 我 我 你来验刺做什么 我是来带你回长安的 长安 嗯 长安有什么好的 我才不稀罕呢 那 我就是徒劳枉返 自作多情了 你倒是没有自知之明的嘛 哎 那那张博上写的 遇见秋缠再会长安 是谁的字体啊 那不是给你看的 你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啊 是眼睛 我就看不见他了 我也看不见他了 好了好了 别闹了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我 我能家会算的 姐姐 现在可是生死关头了 怎么了 我是来接东方硕的 明天早上就要回长安了 回长安 是啊 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他不来找你 你可以去找他吗 你们两个真 你说 他跑到哪儿去了 他干嘛去了 你是来接谁的呀 他 他和东方硕 他们两个 只差一句话了 什么 九哥完了 来来来 狗王爷 好 来 喝喝喝 来 有意啊 那两个女凶手漂不漂亮 比她们如何 面如桃花 心如蛇蟹 来来来 干 来 干 你也喝点啊 来 吃菜 好 找到下桌了 只要他们不离开燕赐 他们就逃不出我的手心 来来 不喝这个了 先喝 先喝 来 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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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先生 二位 我是睡不着 想来向豆腐马请教 不曾想二位忙于公务 我就先告辞了 等等等等 东方先生 你有喝见叫吗 我在想啊 现在酷水难当 正好是大好的月色 干嘛不早点赶路呢 赶路 对啊 早一天到长安 早一天拜见太皇太后 这样豆腐马也好交差啊 有理有理 明早李玲醒来 我们早就远走高飞了 我现在就把东西都准备好 请派人来取 快去把东方先生东西取回来啊 快去快回啊 东方啊 县城有酒有色 何必哭坐等候呢 来来来 潇洒一回拜 东方先生 逢场坐戏马 逢场坐戏马 眼前秀色可参呢 我岂不动心 我也是食人间烟火的 太好了 二位 伺候着 东方先生来了 来来来 快快 请坐 来来来 来一杯 东方先生 我敬你一杯 来 侯爷 你们听 听 听什么 没有啊 好像 有个人在哭 哭 是啊 好像 好像在说话 别说了 我哭啊 你们真的什么都听不见吗 东方先生 你到底听起什么了 你听哪 好像 有人在讲话 像是老侯爷 我 我好像听见了 听见了吧 听见了 父亲 儿子不孝 没过了您的七七四十九 我就动酒动色了 你看什么看啊你 滚 还有你 你 滚 滚 还有你 你给我滚 滚 给我滚 滚 滚 爹 明天我一定带人去搜查 抓住凶手 开一趟挖心 祭奠附近 东方 咱们赶快上路吧 好啊 东方 东方术 东方术 你还有大事就不要送了 东方先生 此去平步青云 前程无量 不要忘了宴赐啊 我们相见无日啊 临行前 我想送侯爷一挂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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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怪啊 这都要见识见识 还是测字吧 你随便说个字 马上就要分别了 那就分吧 分 分也不好 此字恐怕对于侯爷不利啊 这个字不好 那再换一个吧 驸马 英雄不怕问货 就是他 分字上面是个八 八底下有口刀 后爷要有雪光之灾啊 那 那八呢 那八怎么讲 八 一瓶 一纳 本来吧 上面应该是个人 可是因为底下有口刀 所以生生的把人 劈成了两半 那你有什么破解的办法 东方先生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八日之内 你要闭门不出 如果我要是出门了呢 除非你府上着火 否则的话 你要出了门 咱们今天 就是永别之日了 走 这你说东方朔晚上走了 我 我怎么跟九哥交代啊 你怎么还不赶快去追他呀 我和你们去长安吧 好啊 不管是九哥还是东方朔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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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官居旧 在河之中 爻条淑女 君子好求 君子好求 兵少侯爷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小的们找到念奴教了 走 这 这不行啊 禀皇爷 这要不抓人他们就跑了 去 把后院的马棚给我点了 放火 这你就不懂了吧 着了火我就可以出去了 东方先生 你给刘亦算的那卦 真的还是假的呀 信泽灵 他要是出了门呢 神仙也救不了他 旅途寂寞 驸马愿意不愿意听 不才献丑啊 先生真是多才多艺啊 我喜耳恭听 来 来 上 炼奴家 死到零头了 上 上 插了他们 刘毅 放我出去 你去黄八蛋 滚蛋 把剑放下 钦差大人见笑见笑 放了他们 刺客凶手杀父之仇 说实难从命了 就是凶犯 也要交给我带回长安处置 厌赐的事厌赐办 就不用有劳钦差大人了 刘毅 只要皇上一到圣旨 你还得乖乖地放人 等不到圣旨了 我今天就要挖心济腹了 刘毅 他们都是皇上点名要的人 你不怕遭天谴吗 带走 好 你贼 宰着他 算我的 圣旨在此 你们还给谁卖命 快跑 姐姐 秋缠 我们赶快赶路吧 李公子你走吧 我们不能去长安了 为什么 刘毅毕竟是侯爵 朝廷必然追究 我们不能连累李公子 回朝廷如果问起 一切推在我身上 说我为报家仇 才把刘毅给杀了 说我们远走高飞了 不 好汉做事好汉的 第一刀是我砍的 是我杀死他的 你刺他那件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不 他还没有死 是我杀死他的 他死了是我杀的 是我 我杀的 别争了 李公子你放心 把秋缠交给我吧 我保他万无一失 走吧 姐姐 走啊 我 李玲 快走 快 快走 快走 这 惊心动魄 荡气围长 这什么曲子 楚歌传说是楚汉相争的时候 留和张良做的 就是那开国功臣张良嘛 大汉朝哪有两个张良 这支曲子弹的是韩信的十面埋伏 霸王项羽自稳无疆啊 好曲子 好曲子 再往下吹啊 完了 没有法 霸王都死了 还能有什么呀 好 好 九哥 皇后娘娘派人来请您去 不去 那您也得睡觉啊是不是 朕就要睡在太子府 九哥 我跟你说啊 您现在不是太子了 您现在是皇上了 您住这儿不太合适吧 是不是 不是说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吗 连四海都是朕的 不愿意睡哪儿就睡哪儿 你干什么呀 还给我 这奏折是你的 别人也抢不走啊 我给你奏上一本 好不好 就一本 随便你奏 就是不许提皇后 好 不提就不提 您听这段啊 夫妻没有隔夜的愁 天上下雨地上流 白天吃的是一锅饭 夜里就睡一个枕头 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也都作本吗 这是长安百姓唱的歌啊 我又没提皇后 是不是她派你来的 不是 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那你就去告诉她 朕不敢回她的金屋了 让她自己想清福吧 九哥 这金屋可是你们两个人的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俩人一条心 黄土变成金 朕怕回去又做梦 又被她闹个翻江倒海 干脆她清静朕也清静 那你以后不说梦话 不就得了吗 老郭给你寻个偏方 只要你把她吃下去啊 从今天以后 一觉睡到大天亮 一点梦都不做 老郭爷老郭 你连我梦见心爱的人 都不允许 你比皇后还狠心呢 你什么都说了吗 我说了 我真的什么都说了 她连你的面子都不给了 皇后娘娘 其实我觉得吧 皇上最近确实是国事 太忙了 再加上小李林 有一去不回 您想啊 要不这样吧 过两天 我再去找皇上试试 好不好 算了吧 皇后 九嫂 我求求你了 真的不用了 来人呢 送郭大人 是 梦 变天了 气风了 你们也不知道给陛下加件衣服 把我的东西搬进来 你们把它都给我布置好了 喂 你们 阿娇 你想干什么呀 这里可是太子府 统统给我搬走 慢着 我知道这个地方过去住着我丈夫 将来住着我儿子 最有资格住在这里的就是我 您应该住在自己宫里面 这样传出去不成体统啊 皇上富有四海 住在哪里 哪里就是行宫大内 臣妾当然应该追随 就让臣妾伺候皇上安息 朕走章还没看完呢 你看 我陪着 你在旁边 我心烦 我不出生啊 你就当没看见我 你想睡这里就睡吧 又何必陪着我熬灯熬游呢 这就是我想过的日子 只要看见皇上 我就不会觉得困了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姐姐弟弟那样 阿桥 你是不是要提金屋藏娇的故事啊 什么金屋藏娇 我以后不会再提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没有你 金屋只不过是一座坟墓 也不要这么说 我只不过最近忙了一些 你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一起读诗经吗 有一首郑国写的诗 当时我看不懂 虽然你比我小 却讲得头头是道 不记得了 我记得 执子之手 乙子偕老 你是怎么想给我听的 握着你的手 跟你一起变老 那就握着我的手吧 来 祝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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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公主 怎么样了 行了行了行了 什么行了 他们两个上床了 上的是一张床还是两张床 当然是一 一张床了 大感情好 谢天姐 谢天姐 小锅子 陈在 看来我得奖上奖上你了 长公主 这您就把我当外人了 我跟您说 小锅子如果是冲锋陷阵 那肯定是不行 不过如果要是您 要是各位公主各位夫人 有什么为难的事情 那小锅子是当仁不让 好了 现在是雨过天晴云雾赛 您也可以说是高枕无忧了 小锅子 告辞了 各位大人 各位大人 船马上就过来了 先到小店歇去吧 那就留下吧 船马 这上面的每一朵花 这上面的每一朵花 都是你最喜欢的 是为妻亲亲手为你摘下的 公主 这里不太太平 请回去吧 我还想在这儿再多陪她一会儿 是 公主 兄弟兵来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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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英雄相救 嗨 咱可不是什么英雄 就是个喂马的 要比起赛马来 但匈奴也没咱跑得快啊 壮士 你叫什么名字 你就叫我清儿吧 清儿 你要我谢你什么呢 给你干一所房子 我就一个人 要房子干什么呀 你父母呢 早没了 怎么 你连兄弟姐妹都没有吗 姐姐倒是有一个 可是不知道还在不在 要不这样 不如你先给我回长安去 到时候我来帮你找姐姐 你能帮我找姐姐 我的办法总比你多吧 那 可是我没有盘缠呀 你放心 到时候 我会让你跟我在一起的 你就不用为盘缠着急了 算了吧 我还是不去了 到了长安 也是挨饿受冻 还不如在这儿 好歹活得容易些 你就住我家 衣食都不愁 白吃白喝 我可不干 你会干什么 你家有马吗 有啊 有几十匹呢 那我给你喂马 你帮我找姐姐 说定了 定了 你是说太子住在这里 都是你一个人伺候他 回太皇太后 那个时候奴婢不知道他是太子 知道以后呢 还是一样伺候 他当了皇帝以后 来看过你吗 来看过公主 还为曹驸马调校 你没有见到他 见到了 看来他是公司两变 还是想来见见你啊 他赏你了吗 奴婢们个个都赏了 他们是沾你的光 有婆家了吗 有婆家了吗 没有 没有 有婆家了吗 我没有